陪讀 對 嗯 就是陪伴啦 其實就是 多 多 多關心 小朋友 嗯 那剛剛跟小朋友互動怎麼樣 你怎麼鬥他 目前 我們還處於一個 嗯 因為他 他很 很緊張 然後他 只要 因為他們前面可能有拍攝一些東西吧 我想 然後 他現在沒辦法 就是只要一跟他說拍 就是 他只要看到機器他就沒辦法 所以他現在在在在鬧 嗯 但是鬧 鬧就是乖的意思 就是代表他很有個性 嗯 你沒有帶糖果給他吃嗎 或是唱歌給他聽 可以啊 嗯 可以啊 嗯 那因為剛好禮拜天啊 是鄧麗君的今年音樂會 嗯 然後好像有講到之前說 明彈這兩個字好像不太懂意思嗎 喔 我後來懂了 嗯 什麼意思 就是 他離開我們之後的生日嘛 嗯 那現在有沒有想說要加強一些 名詞或成語的那個練習 慢慢喔 就比如說不懂一個 了解一個嘛 就像現在一樣 嗯 嗯 講到鄧麗君就是 好像是不是有講說 唱鄧麗君的歌的時候 好像都想到楊宗偉 是不是 唱鄧麗君的時候都想到楊宗偉 是不會 唱到 Goodbye my love 會想到楊宗偉 是會 可是最近名字好像都一直跟楊宗偉連在一起 是你們 喜歡跟他連在一起 我是跟他是一直都是很好的 這個音樂上 我們一起 一起 找到自己的 自己的 目標 如果有電話當然是可以聯絡 所以一直是沒有這樣 Yes 那這首歌覺得誰唱得比較好聽 誰 你說什麼 再見我的愛人 你會啦 你會啦 我覺得多好聽 那對啊 我也是覺得多好聽 唱歌 唱歌就是很簡單的 不要想太多 就是自然的 享受那個旋律 那個音樂 那個感覺 沒有太複雜 因為他的歌都是永久傳唱 會不會每次唱他的歌都想說 用不同的方式再把它詮釋一遍這樣 你要唱得相同也非常困難 對 那 唱歌就是這樣 很自然 跟我們生活是一樣的 不可能永遠 是一樣嘛 就是都是很自然 隨時都 都會有一些 一些變動 所以會盡量把它唱成 唱成是比較消逝風格的嗎 就不會想要走原唱的路線 原唱的元素都會保留 所以說 比較熟悉鄧麗君是因為媽媽也喜歡聽 媽媽喜歡 媽媽喜歡 媽媽比較喜歡哪些 那些歌 媽媽喜歡很多 很多鄧麗君的歌 對 對 那 其實大家喜歡都 很多 很多很多 嗯 有沒有哪一首印象比較深刻 我嗎 還是我嗎 就是 你 你 你 我嗎還是我嗎 你 你 我啊 我喜歡 其實這一次唱的都很喜歡 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 嗯 印象深刻就是大家都深刻的啊 就是 都深刻嘛 我們大家都深刻嘛 對啊 因為鄧麗君的歌 大家都是這麼 這麼熟悉 這麼喜歡 大家都是一樣的 所以 這次的那個演像都已經準備好了 對不對 好了 嗯 準備好了 謝謝 謝謝